杰伯老师 昨天合一中天现买现登登 今天又有一档涨停板了 看节目 欢迎到赞票来到股市最前线 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 领先驱使掌握未来 华关头顾高明张高老师 杰伯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头顾朋友大家好 是David高敏张 今天来到了12月23号 星期五 黑色的Friday 圣诞快乐 圣诞节快乐 六日就是圣诞节了 七里 很多的好朋友 六日就是那个顺阳的结局 大家都有追 给他们看 真的是加剪看 很好看的 真的 我完全是因为男主角帅来看的 哦 这种鸡 我从他很年 先演那个成军馆的时候 课到他的 成军馆绯闻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天呐你真的资历不够深 真的耶 我果然是老人 我追他是只有在那个什么 跟宋慧桥的 那个很后面 真的很后期的了 哇原来老师也有在追 没有偶尔看看 好啦 看彼看 那重点 接下来 台北股市今天 对啊 虽然跌了200点 盘中跌200多 虽然跌了200多货 我先講喔 這個盤很不錯喔 這個盤很不錯喔 昨天應該說前天 Debby就提醒過你 你要先去看那個生計醫療 有有有 對不對 昨天我們買了4743合一 亮燈掌停板 4128 中天現買現在兩停板 今天換誰 1760的保齡附錦 亮燈掌土 哇 是不是全部都生衣 全部都生衣 你們跟我講的一樣 有 一模模一樣樣 我先講喔 我還有新的 還有新的 有興趣的朋友們 跟上喬布一起來卡位 那一檔我還蠻喜歡的 那一檔 而且是整理過了 疊了一大段之後 才回來撿的 也是生衣 算是 但是比較另類一點點 有點不一樣 有空我再跟大家慢慢介紹 好的 因為會買它 當然是跟郭先生有關係 老師你要明顯 沒有明顯 太明顯了 好了 那好朋友們 今天節目的重點 還是一樣 延續昨天的活動 是的 茶迷答對得標骨 直接標骨讓你帶回家 昨天那首詩叫 厭職無憂劍 寒親不可親 何堪最長夜 聚作獨眠人 是的 這首詩講的是 春夏秋冬 哪一個季節 哪一個季節 很好猜 很好猜 最長夜嘛 不是昨天 昨天喔 昨天什麼季節 昨天是湯元節啊 湯元節 其實答案非常的明顯 好啦 那最重要的 這檔股票 已經很多人都知道了 知道了 為什麼它好在哪裡 對啊 來觀眾mue 今天是保齡附金漲停嘛 是啊 對不對 生一股 腰裡腰氣的 來全國所有觀眾聽眾好朋友們 昨天只要你有來電參與活動的 你得到了那張股票 今天漲還跌 今天早上開低 走高直接拉起來 對 早上99塊 現在要回到一百零幾了 你有沒有先買現鑽 有 為什麼 對啊 怎麼可以這麼的強 今天台股不是跌 兩百多點啊 對啊 它是電子股啊 是耶 它為什麼長這樣 對啊 跟其他電子股不一樣 所以我在說它厲害啊 難道它不純 它很純啊 你為什麼沒知道要推到不純的地方去 我怎麼會想到不純的地方去 你這個 就絕對不是我的問題 這平話 今天他也這樣 不對耶 今天的電子股都是弱弱軟軟的 你看台積電多爛 來來來 2330台積電今天跌多少 哎喲喲 今天跌了2.5% 對啊 這根本比較好 對 然後你再看 為什麼台積電會這樣跌 因為昨晚廢半跌4%多吧 好深哦 那廢半為什麼大跌 因為美光嘛 美光要裁員啊 美光就說庫存太多 現在這些人用不到 直接把它裁掉啊 哇 哇哇哇 所以中槍 但是 我們的股票卻漲了 對啊 合不合理 很合理啊 我覺得有蹊跷 我覺得很合理啊 他早盤是開跌耶 早上99還98 你是買在 對 你今天早上去買現買現賺5% 真的是現買現賺哦 不錯哦 真的很強耶 好啦 是什麼股票 我解釋給大家聽 來 全國觀眾朋友們 那個我們中場休息再講 好 今天先來講盤 好 一樣活動是猜謎 你答對得標股 是第一 是中央普通哦 哪一個季節自己猜哦 春夏秋冬很明顯 很明顯 最長的夜晚 是最長夜 是哪個季節 好 好那台北股市哦 今天其實很好 當然不是因為股票漲停了 它好在哪裡你知道嗎 對 貴買優於加權 貴買優於加權 來看一下 貴買表現優於加權 很明顯哦 貴買間諜很少哦 而且是開梯走高哦 是 但加權還是跌大概 現在很珠惜 12點50 大概跌170點 對 所以今天加權指數不用看 嗯 加權指數是沒有意義的 看貴買 看貴買 嗯 這個貴買今天這一根哦 就對了嗎 很對 很漂亮 哇哦 所以我 大膽的預估 然後David現在跟你 大膽的預估哦 下星期一星期二 這個盤子上去了 哇 很快 是 如我們所料會在 Christmas前後 前後發動 對沒錯沒錯 哇 所以我先講 股票先買好 一定要先卡位啊 不排除 下禮拜會很多漲停 欸 你會不會負責耶 我先講 不排除下週會有很多個燈燈 哇塞 因為這個盤壓到這裡剛剛好 今天又從貴買發動 哇漂亮 真漂亮 這個盤我很喜歡 越看越順眼 對 害我一想買禮物 我覺得好像是在看媳婦兒的感覺 越看越順眼 看媳婦兒嗎 看媳婦兒 還是 只是不是趙母娘看女婿嗎 趙母娘看女婿 差不多啦 可以 可以 好 今天大盤是拉回了超過200點 對 那麼貴買目前是小跌 小跌 0.41% 所以看貴買 你會發現 禮拜一啦 禮拜一如貴買直接發動 這個盤就真的 真的很厲害 就上去了 貴買 投資本 抓到重點了 貴買先發動 貴買先發動就很有意義 不要再看加權指數了 不要看加減指數 如果你還在看加減指數 昨天站上半年線 對 今天呢 今天又破半年線 對 又站上了 那到底半年線的重要性在哪裡 對啊 不是嗎 你站上去就說到好 跌下去又不好 對又看壞 那不是很沒有意義嗎 很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不是他沒有 那不是牆頭草嗎 對 那就是牆頭草 所以說技術分析上會這個問題 對 就是站上了好像不錯 可是David說昨天不好在哪裡 嗯 不好在韓英國太強 是 對不對 所以今天果然大跌 有 那今天大跌老師你怎麼又說好 嗯 我說那個貴買的買盤 很好 是 貴買的這個買盤 買法很好 很好 嗯 最早的朋友 您看懂了嗎 有啦 每天有在準時收看收聽節目的朋友們 嗯 你們都follow了這麼多年 應該很清楚這個賣入怎麼來的 欸 甚至你有觀看視頻的好朋友們 你也都知道了 然後老師有把這個功夫交給大家 我覺得這個方法很好用 可以幫你很容易在市場上賺到標股 賺到容易漲停的股票 漲停的股票 哦 我來喜歡 所以行情盤是老師都幫你規劃好了 何時會發動 關注盛代節前後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聊聊 今天參議迷答對得標股的那一檔股票 為什麼好 好在哪 是的 那這檔股票到底是誰 你也不用猜 你只要把這個謎題猜出來 到底是春夏秋冬哪一個季節 標股就是你的了 就那句啊 何看最常夜 這是髒嘛對吧 對嘛 昨天我要跟平華 平華在那邊Google說 他到底白居易講的是誰 他叫什麼 香菱對不對 香菱啊 對 然後我在想說為什麼 結果查了一下 說哦原來 早期古代 這個不能男女這個 複雜的 真的好複雜哦 反正就是 但是老師說了一個更複雜的 反正說他媽不同意 他母親不同意他們兩個 對嘛 我想說 劉翰什麼他媽不同意 白居易他母親不同意嘛 那個說太順 對不起 那個不要想錯 是白居易的母親不同意他們兩個在一起 不同意 對對對 沒有跟她的女生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棒打鴛鴦 所以白居易直到晚年 他心中還是忘不了這個女孩子 對真的 才會有這個詩 是啊 好這首詩到底是講述春夏秋風哪一個季節呢 答對 好鼓就是你的囉 那麼 YTV哪裡都要來訂閱 這檔股票到底好在哪裡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等會兒再回來 你看嘛 所以你不要說人家渣了 人家只是對他的初戀情人念念不忘好不好 初戀情人 可是老師你接了一句 我覺得蠻有玩味的 搞不好生米煮成熟飯之類的 我看另外一個版本是已經生米煮成熟飯 真的喔 我看的是還沒耶 那我看的可能是比較 那個露骨的版本 還是後人去這個 穿著複 我也不知道 對 不可考 白居唐代的詩人的 對不對 上個禮拜吃什麼都不記得了唐代 真的 但老實說就他的詩詞裡面 講述都是這個季節 然後講述都是 因為他白居很多詩都寫冬至 對 都是寫冬至 對 他在詩念某人 所以就覺得這個可能都愛 但最愛的是他 欸 這我就不知道 你又白居唐代 你看你看 你又 還能往那邊去 言歸正正 好 那柴米德標谷 到底是哪一個 你們應該知道答案了 我就不再多做贅述 你今天重點放在 你得到的是哪一檔股票 對啊 來上刺卡 上刺卡 上刺卡 這個 不然還有哪一張 今天只有這張而已 這個好 對 只有這個 今天這一張 畫面上很明顯 台肥股市過去 這一兩個禮拜 加薪指數跌蠻多的 今天是14,200 所以跌了超過800點 那剛剛那張股票 老是他沒跌 對呀 他完全沒跌 前三季EPS2.6億元 不錯啦 有賺錢 那我下面補了一句是 既創意400 漲到800後 這一檔真的要密切注意 我已經暗示你了 這很明顯 很明顯 已經知道是哪一檔的 自己再去查 好好捉摸 是 外資有來供應一下 那個外資沒有參考性 沒有參考性 對 老師你既400 創意400 講到了800後 接棒 你們已經知道是哪一檔 你可以慢慢想 我寫這句話什麼意思 對啊 不會沒有蓋牌 反正你知道我講是哪一檔 前三季 老師這是說這檔前三季2.6億元 對啊 當然是這檔 創意前三季都快20塊了 哇 這檔股票在100塊左右 對呀 目前目前 你今天早上不是9899 對 都是100塊左右 對 限買限賺 好了 那到時候長怎麼樣 再來一一跟幫大家做追蹤 追蹤 那希望好朋友們 畢竟暗示你很清楚 很清楚 蔡米德標股呢 希望把好股票分享給你之外 那臺北股市這個行情 其實蠻不賴的 蠻不賴的 好 希望你看對地方 不要老是看台積電 要畫對重點 對 你要看對地方 所以這一波老師告訴大家 除了細緻才很強之外 要關心關注的是次族群生衣股 這我不講過很多次了 從 第四季是什麼行情 做夢畫山畫水 對嘛 財寶窗奇 不然我怎麼說 你看 欸老師 美食很強 寶齡附近今天掌停很強 是啊 我說那合一咧 合一修正完之後不是一根掌停 是喔 是喔 那合一掌停中間都上去了 對喔 所以為什麼合一中間一起買 是 那昨天就兩個燈啊 那寶齡因為這掌多了 說真的 在今天再掌停你也覺得沒去 因為1760 你之前就買好 你賺過了 你賺過了 對 還有沒有 我還有嗎 還有 你跟好了 好好好 好的 那麼除了我們的訂閱YT頻道 那加入我們的LINE的生物圈之外呢 最快速的方式就是跟上腳步囉 歡迎你直接跟上腳步 老師在掌停板就會是你的 那麼今天重點 剛剛明事件暗示給大家了 這檔的股票 暗示給大家 即創意400漲到了800之後 鎖定的是 我說真的啦 創意400漲到800之後 就算創意以後會再漲啦 對你來講也有點激了啦 有有有 真的是八九百的股票 對 因為畢竟貴嘛 然後你當初沒買的 你會覺得 老師這個好貴 真的 就是不用想啊 就這一檔 就他啦齁 不然為什麼說 你猜明答對得 得 標股 你一張的創意可以買八張欸 對 對不對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一檔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欸 這個比較值非常的清楚明白了齁 股票也不用猜 猜對答對 標股就是你的 直接猜 直接給 來 題目就是 燕直無郵件 韓清不可清 何堪最長夜 巨作獨眠人 這首詩是春夏秋冬哪一個季節 民視很清楚了 暗示也很清楚了 昨天聽到那首歌 跟今天聽到這首歌 今天要放哪首 今天要放這首啊 老師選的 是喔 對對對 最好是多我選的 可以 我接受 老師選的 夠意思了吧 可以 送分題 什麼一把火嘛 什麼一把火 鬼巴揮嘛 我以為想說 那個你要放了什麼 燃燒吧 火鳥之類的 我們想說 冬季練歌好像也有點久了 有點久 對啊 可是這更久啊 冬季練歌是在誰啊 裴詠俊啊 裴詠俊啊 對啊 這更久了好不好 這什麼一把火也更久了 都有年紀 答案就在歌曲中 大家都知道 不用猜啦好不好 不用猜啦 補告直接給各位了 真的是送分題了 這是好東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對 尤其在聖誕節 我不是早上去的跟你講 像創意 我400塊 剛買第一條跟你講 我買了 是反手做多 而且我是創意 我是空單回補前 就跟你預告了 我要準備空單回補囉 要多頭召集令囉 要多頭召集令喔 而且我要講 我空單回補那天 我會直接做多創意喔 有 果不其然 你看看 12.7 12.7啊 有 回補之後呢 反手做多 大家開心就好 好的 聖誕節大放鬆啦 不會啦 常常都有這種機會嘛 真的 中年過節一定有嘛 有有有有 開心過節 你知道什麼 聖誕節要推什麼優惠 有的沒有的 跟你講 沒有 我們家沒有優惠 我們家只有標股而已 對 我們家只有標股 對 我們窮的只剩標股 窮到口袋裡只剩下錢 好壞喔 就讓人家討厭 我說我們窮的只剩標股 那我說錢 賺到了 欸 昨天還現在買 兩個燈燈欸 你看看啊 那正常 今天又多了一個燈燈 這不都不意外 我們要重點是 要從今天開始 去累積未來容易漲停的股票 沒錯沒錯 對嘛 這才是節目的重點 這才是本節目的宗旨嘛 對 對 絕對不是聽我們家臉銷尾 但天天覺得 不自覺的會一直聽下去 還是大家比較喜歡聽古人的八卦 我覺得平華很喜歡聽這個話 我還蠻喜歡聽的 剛節目開始前 我要跟平華聊了一些 很有趣的八卦 欸真的 聽得好意猶未盡喔 好好玩喔 真的好好玩 對 老師另外開個節目來講一下吧 不要 沒有 好 來 第二段了 來 好 歡迎持續回答 股市最前線的節目 只要你猜對謎題呢 這檔標股直接讓你擁有囉 到底這首詩的作者 是講述春夏秋冬哪一個季節呢 在第二個節目的開始 來 老師11年的結婚中年期 明天啊 明天 欸 你看看 還是要帶小孩很累 哈哈 一來就說 雖然是結婚中年期 但還是要帶小孩 累 帶小孩很累啊 還好啦 已經兩個男生 我們叫三個 哈哈哈哈 姐姐來顧一下啊 姐姐只會跟他們吵架 我只會跟他們吵架 老師好哀怨的眼神 好 好來來來來 有訂閱YD頻道的好朋友都知道喔 這檔股票到底好在哪裡 老師也給大家字卡啦 然後我們在今天當中的字幕 對我們就已經 反正股票 然後拆米大堆就有 就有了 也都不用拆 然後基本面我也秀給你看了 有有有 秀了 接下來長什麼樣子 就大家 自己想像一下啊 好了 因為他有想像空間 有他有想像空間 不然我幹嘛寫 創意400到800 對啊真的 一張的創意可以八張的這檔股票 好啦 趕快來玩猜謎吧 一定要來猜謎喔 才對就有 真的 不可能猜錯吧 很好猜啦 對啊 答案就在歌曲中啊 這麼明白了 這太明顯了 這首歌老師選的 好 那下半場最重要的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好 台北股市呢 雖然過去這個禮拜 交金指數 從14500回到現在14200 是敵 但這個格局是好的 這個格局是好的 你不要想說老師 破五日線 破月線 對不對 然後破半年線 昨天廢伴 已經打到季線了 這麼的弱啊 對就這麼軟 廢伴說我就軟 很誇張欸 廢伴昨天打季線 是啊 看起來很恐怖 來來來 歡迎朋友們 那David早上 8點50的call訊寫什麼 你一定很訝異我寫什麼 老師好啊 今天早上call訊8點50 就是每股廢伴跌4% 台股今日早盤是賣壓沉重 留意什麼 低階買盤 我們四肌而動 這是我寫的 八點五十喔 盤錢囉 你一定覺得老師 每股廢伴跌4% 這很棒 不是 焦點抹油 糟了 結果你跟我說 猶豫低階買盤 四肌而動 是 老師你買的股票還不錯欸 真的不錯喔 好朋友們 為什麼David會這樣看 其實我一直在提醒各位 不用等外資 不用等內資 不用等頭心 直接看內資大戶什麼時候買 一定會先動手 今天就有這個跡象 今天就有一些端倪出現 今天就有啦 不然保齡怎麼會漲停 也對耶 對啊 今天就有 有有有 你看懂了沒 今天就有 老師有先預告喔 這個名神啦 老師就有先預告囉 我先講囉 你不要到時候財幣股市突然到一萬五 你說老師怎麼漲那麼多 老師怎麼股票要漲停 就覺得一回想 我有帶你先買好喔 有 我今天一直在提醒你這一件事喔 有有有 老師再三提醒大家 聖誕節前 對啊 一定要先買好 不要等到之後 漲上來了 漲停板了 才能問老師怎麼沒有漲 有 我大家都也有漲 我要創意也有漲 我連放空創意六百塊的時候 我都有揪你 有 對不對 有 被空軍轟炸的族群嗎 沒有 而且我是9月就空好了喔 10月創意才大跌的喔 是 9月先空好 對啊 就是老師你9月 空站的位置怎麼都沒有跌 結果突然暴跌兩百塊 對啊 瞬間爽到 連續三根跌停 是 真的 我講的是創意喔 是創意 是10月三根跌停 我們是從六百空下來的喔 是 而且你看你空單早早空好了 不要說我們很厲害喔 因為全國觀眾聽眾朋友 你都有賺到喔 有啦 有聽見我 我都有太少 我也沒暗截喔 對不對 好啦 這是一檔高價股 也從四百張到老八百 如果想要親民一點的 親民一點 低價一點的 才沒答對 是 那一檔今天早上98塊 剛剛噴到104 欸 現買現賺喔 哎呀 明明這盤不是跌兩百點嗎 是啊 而且電子股都 怎麼覺得這股票好強喔 欸 一看放眼望去 電子股是弱弱軟軟的 那是電子股喔 這檔是電子股喔 是別人家的不干我們事 喔 我們的股票就是強 強 對 強到沒有朋友 也沒有關係 沒有 強到被討厭沒關係 強到被討厭 我願意 我覺得沒關係 啊 對 I like 啊 欸 我們已經被討厭習慣了吧 老師 很正常啊 你就股票就強啊 欸 今天放眼望去 真的青色 這幾乎都是生意族群 生意股 就跟你說幾次啊 真的說幾次 就是要買一些 奇奇怪怪奇奇的 奇奇怪怪怪奇奇的股票 對啊 買一些那個 基本上別人看不懂 那你賺得很開心的 對 如果說你對於生技股 生意股 你真的不太敢做 有些人會一招被蛇咬 喔 會有那種膽怯的心態 那是一個不好的方式 喔 嗯 來真正的 投資喔 要秉出一些雜念 嗯 嗯 請問 比方說新聞寫怎樣啊 那叫雜念 對 雜念 反正就是啊 那別人說怎樣 誰能說到好就好 你知道台灣的新聞 很多都是假的嗎 很多是落後假的 要麼假的 要麼慢的 要麼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怎麼鼓勵一下長完才出現 對對對 我常不常講 長完出來才說目標價多少 那種 就好笑的 所以今天老闆 如果你也喜歡聽這種 小八卦啊什麼的 你又想聽什麼八卦 我剛剛是跟平華講什麼 講那個長玉的畫啦 大家知道有個畫家叫長玉嗎 長玉對不對 平常的長 玉配的玉 有沒有聽過長玉這個畫家 那個早年喔 有一個企業家買了長玉的畫 買很多 他當初購入的成本大概是600 600萬台幣 嚇死人了 然後他前幾年在拍賣會 拍賣的價格是破億啊 天啊 長玉的畫 600塊拍600 600萬的入手成本 入手成本喔 拍賣的時候破億 拍了最续破億耶 不止 好像不是一億 好像三億的樣子 天啊好可怕 水漲船高翻好幾倍 至於為什麼 有空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邏輯在哪裡 好喔好喔好喔 這個跟股票操作很像 這個股票操作很像 很像 欸不同行業別 邏輯一樣啊 邏輯是一樣的 一樣啊 欸好神奇喔 不理解 好想聽喔 改天再聊 改天我們再聊 好好朋友們 那好的股票先買好 不要等到人云亦云 不要 飆漲之後才進場 那個真的真的真的 可惜了啦 這檔股票其實你會發現到 如果你拿到手的好朋友們 目前市場上 還沒有人再說他 他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在盯他了 老師一年 一年多前就在盯他了 就已經象徵了 我會做創意 我不會去盯其他的嗎 會啊當然會啊 對啊 對啊我不是跟妳講過 上2020年很多人說 老師艾普好強 從80100變到800 對啊 你知道艾普 50塊我就在盯他了嗎 欸50塊錢 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 七年前 天啊 人家是七年基隆 老師你七年盯一檔股票 那什麼關係 至少 至少好幾倍賺到了 真的 對啊我願意花時間 你們願意賺這樣就好啦 真的 觀眾朋友的 你包括投資朋友 觀眾朋友你也一樣 你們願意賺標股 那David願意花時間 是是是 我就幫你弄出來 來搜尋標股找標股 讓你賺標股的工作 就交給David老師 這種簡單的事情我來就好 小弟來是嗎 對 來重點這個 老師幫你找到了 猜謎直接給標股 直接讓標股 猜謎對就有 而且這個題目應該不可能會錯了 不可能會錯了 因為我們暗示那麼多次了 真的 小朋友卡到我應該都知道了吧 我們家兒子昨天還跟我說 小兒子還說 爸爸跟你講 昨天冬至是一天晚上最長的時候 你看看 你看 我說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怎麼知道 這老師教的 你看 DeeV老師人真好 我講出來 就怕大家 猜錯 其實也不會猜錯 不可能猜錯 真的 好啦這首詩就送給大家分享 另外呢 標股 猜謎答對 就是你的咯 就是這麼的簡單 直接來索取 直接標股就是你的 節目最後呢 再次感謝DeeV老師來到節目當中 OK 謝謝評划 謝謝全國好朋友們 猜謎答對 得標股 大家動作快 YT頻道的好朋友 下周見咯 拜 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萬投庫 111千萬投庫 新字第015號